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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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任用老将 他启用了像张永德这些在后洲时期的老将 担任河北的边防要塞的将领 这个启用老将原因很多 比如说像杨热这样的大将战死了 有一批战将 像潘美啊 王沈啊 这些人呢 因为战败以后受到处罚 贬官下去了 所以他启用了一批老将是补充当时将领队伍的不足 同时呢 任用那些老将那些老将比较持重 比较稳重 用他们感觉到更靠一些 第二道叫整合资源 虽然雄西北伐失败 但是还是保存下了一些精锐的部队 比如说东欧军整个大败 但是唯独李继龙率领的军队毫发无损地撤回来了 所以宋太东对李继龙给予加奖 封他为马军都与侯 马军都与侯是进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军职 另外 中路军田崇晋从豫州撤回来 撤回到定州 田崇晋的中路军是比较完整的撤回来了 所以宋太宗对田崇晋也给予加奖 封他了一个马步军都以后 这个马步军都以后已经25年没有任命了 重新任命了一个25年都没有任命的官吏 这是对田崇晋的一个非常大的奖励 第三 杨业战死了 但是潘美 王沈逃回来了 他们的军队还有一部分 把这些资源整合到一块 这叫整合资源 第三步就是充实决策层 在最高层 宋太宗启用了一批文武兼备的人 就是既是文官 又懂战争的这些人 把他放到最高的决策层去 这里边启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叫辛仲虎 这个人是个文官 但是武功很好 特别擅长射箭 懂得军事 把这个人提拔到战略决策层 由于这三朝 错失的保障 所以太宗是放出了一个大话 如果敌军再来 辽兵再来的话 那么我一定把他全部给他干掉 这个话说了不久 辽兵就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 雍西北伐是雍西三年的正月开始的 到五月就彻底败退了 正月出兵 五月完败 到了十一月 仅仅过了几个月以后 到了十一月 辽军开始大举南下 这一次南下 辽国的萧太后亲自挂帅 他那个小皇帝 叶吕龙旭也出来了 而且派的那个前锋 就是最能打仗的叶吕修哥 这叶吕修哥是当年 这个在高粮河之下 设了宋太宗腿上两剑的 也是打败雍西北伐的主力 草兵部队的那个辽军主将 他开始作为先锋 来打大宋 这一次辽国的出兵 跟雍西北伐 大宋出兵一样 也兵分三路 山西一路兵 攻打代州 打山西 点然是一个侧应 然后从幽州出发 又走了两路 东路目标是营州 西路目标是满城和旺都 就三路大军齐头南下 但这一次辽军的这个打仗啊 还是打得比较稳的 他不是上来以后就一鼓作气的打下去 他来到以后了 特别是在河北战场这个地带 从幽州出发 就从今天的北京出发 往南打的时候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宋辽军队即将 接火的时候 他的军队的进攻放慢了 放慢干什么呢 他只有一些小的杰处 这个小的杰处是试探 试探性 看看宋军作何反应 然后要筹准师机 再来打仗 而这个时候最先沉不住气的是谁的 宋太宗沉不住气了 宋太宗极意想打一场胜仗 因为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败了 败得特没面子 这个脸掉在地上都剪不起来 总想打一个胜仗挽回一点脸面 所以太宗就有点心急了 既然辽国出兵了 辽国的军队又没有打过 没有大规模进攻 他要求河北的军队要出兵 这个出兵任务 主要就落到了 当时的盈州独部署 刘廷让的身上 刘廷让就成了这一次 在河北地段的一个主要的将领 刘廷让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积极兵力 他和当时一经官的一个首将 叫李靖元 两个人合作 两个人合兵 要直接向北面打 扬言要打到幽东 这是刘廷让他的出兵 而我们下面要讲了这个战争 就和刘廷让关系非常密切 带了多少人呢 带了几万军队 向北来 刘廷让为了万无一失 又把他的几万军队中间 挑出来一万精锐的部队 把这一万精锐的部队 给了谁呢 给了雍溪北伐东路 完整撤回来那个李继龙 让自己的一万精兵 给李继龙的军队合起来 作为后援 万一打仗不顺利的时候 你一定要出手续 拉我一把 做援兵 就是他做了两手准备 一个是集结兵力 第二个是安排援兵 都安排好了 然后刘廷让开始向北打 但这个时候辽兵 主将 前锋的主将是叶律休哥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宋军渴望复仇 却再次遭遇强敌 异常悲剧即将上演 宋军又将面临怎样的困境呢 百家奖谈 正在播出 宋太宗指 其实我不弱 耶律休哥算是宋军的老熟人了 当年就是他率领辽军 在幽州城下 大白宋军 宋太宗身上的良夫剑伤 就是败他所赐 而在这次拥袭北伐中 耶律休哥又一次率部击溃宋军 成为大宋军队的眼中钉 肉中刺 那么面对一斤想要复仇的宋军 耶律休哥又将想出什么应对的办法来呢 他正对宋军的动作 采取了几条 第一 控制要地 把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 首先控制住 这样好阻止 刘廷让军队的北上 然后 等待援军 他把这个消息又告诉了 萧太后和耶律隆续 和辽国的国军 让他们的军队和兵 第三 断起梁道 还是老办法 因为他上一次 拥袭北伐打败曹兵 就是断了曹兵的梁道 这次他又想用这招 断梁道 第四 炸祥 炸祥是宋军用过的 这一次辽军也用炸祥了 炸祥炸祥谁呢 耶律休哥 就像贺令图炸祥 贺令图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 他是向宋太宗建议雍西北伐的人 就是他是第一个给宋太宗上建议 趁着辽国的国军 死了 新皇帝很小 趁这个时候要北伐 就是这个贺令图 这个人好忽悠 这个人虽然是长期在边地做将领 其实是一个有用无谋的人 很没有谋议 耶律休哥就告诉他 他说我在辽国这受到猜忌 我现在没法在这生存 我准备去投靠大宋 你能不能引荐一下 这一下的话 这个贺令图当然太高兴了 耶律休哥是辽国最能够打仗的 一个前线的一个大将 主帅 耶律休哥要是投降过来 第一 那这是宋军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再一个 就一下子把雍西北伐失败以后 批评他的那些人的悠悠之口 全部给堵住了 因为拥去北伐失败以后 大家追究责任 都会想到 谁最先挑起这把火了 贺令图 所以贺令图如果能策反了耶律休哥 那么贺令图就等于说 我是将功补过了 贺令图就特别高兴 而且他高兴到什么程度来 他这个事就不给别人说了 他觉得告诉别人 或别人会抢他的功 他一个人 想吃这块 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贺令图太得意了 完全没有考虑到 耶律休哥是炸祥 他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 他没想到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不见得就能吃到 第二 就是吃到了 你也不见得就能吃 真是天上掉馅饼的时候 你还得考虑考虑 这饼能吃不能吃 这饼里面有没有勾 别吃下去像鱼神一样 要勾住了 那马上就要搭了 贺令图这些全部考虑 所以贺令图在得意忘形之际 就送给耶律休哥 十两最珍贵的私制品 作为礼物 所以耶律休哥得到这个礼物以后 就觉得成功了 这下总算是把贺令图给骗了 然后耶律休哥就放出话来 我要见这个贺时军 要见那个贺令图 所以贺令图一听说 耶律休哥要见自己很高兴 只带了几十个随从 跑到耶律休哥的大营去了 这么大意 他觉得是十拿九稳 结果走到大营门口 我就听见耶律休哥一声令下 上来一帮着辽兵 把贺令图所有的随从全部杀死 把贺令图一下子五花大王抓起来 你想想 宋军还没有开战 宋军的一员大将 贺令图就被人家给抓了 然后刘廷让了部队 给耶律休哥的部队 一结束一开始打仗 叶律隆续的萧太后的大部队到了 一下子把刘廷让围了好几重 刘廷让拼此抵抗 他抱着一线希望 因为他做了一手准备 我们前面讲过 他留了一万精兵 给那个李一龙 他有危险的时候 让李一龙带着自己的军队 加上自己留给他的一万精兵 来解救自己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李一龙不但没有来救 李一看见刘廷让陷入重围 李一龙退守了 走了 开溜了 所以这样一来 刘廷让就陷入他的几万军队啊 大宋的精锐的禁军 陷入辽军 大军的包围之下 包围了好几重 最后是刘廷让受了几处伤 他的马 战马也被射死了 又换了战马 最后带了几个随从逃出来了 手下的几万军队 被辽军全部杀死 这一仗就是宋辽战争史上非常有名的军事馆之战 这个军事馆在哪儿呢 就今天河北的河坚 河坚附近的一个地方 叫军事馆 这是非常惨烈的一仗 这一仗大宋损失了几万 中央进军的精兵 齐国干大战败亡以后 这个军事馆是又一次严重的损失 这一次损失了几万精兵 所以军事馆战打得非常惨 惨到什么程度来 亭让全军结末 死着数万人 亭让在麾下他哪称之紧脱死 几万人全死了 主帅刘亭让换了马 带了几个人逃出 这是军事馆之战 这一仗 辽军完胜 宋军完败 所以两次大战以后 辽军就觉得宋军是只老虎了 所以这个军事馆之战刚刚一结束 东西两路 辽军都开始大举进攻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宋军连造惨败 士气低落 却在逆境中取得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那么宋军是如何取得这场宝贵胜利的呢 百家奖坛正在播出 宋太宗旨 其实我不弱 辽军连战连结 士气高涨 他们在宋军的溃腿中一路南下 焦狂无比 而就在宋军的士气一路牵涨的时候 两国军队又打了一场土栋寨之战 令人意外的是 这一次宋军竟然获得了久违的胜利 此战虽然是一场小生 却犹如雪中宋坛 极大的提升了宋军将士们的士气 那么土栋寨之战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东路军开始攻打伯州 但是东路军攻打伯州的时候 伯州的监军叫马之杰 这个人很有头脑 他听说军队管大战失败以后 他提前做了准备 比如说修城墙 准备粮草 准备弓箭 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准备的时候 伯州的老百姓和军队都不理解 15天的时间做好准备 辽军到达伯州城下 看见伯州防守戒备 十分前辽军退了 东路军就没有打 西路攻打戴州 就今天山西的戴县 太阳山以西戴县 结果 戴州的主将 出战失敌 副将固守 非常危险 但是戴州这一仗打赢了 戴州这一仗打赢了 最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戴州有一个非常得力的蜘蛛 这个蜘蛛叫张启贤 是个文官 但那个文官很有头脑 有勇有谋 张启贤 他在这个齐瞻大军辽军到来之前 他就和并州的潘美联系好了 就是一旦辽军攻打的时候 潘美从并州要来援助他的戴州 但是很可惜 潘美的军队和张启贤的军队中间有一个联络员 这个联络员带着信件被辽军抓住了 这一抓住泄密了 至少泄密了两个问题 第一 并州给戴州的宋军要联手对付辽军 第二 联手作战的时间也暴露了 所以张启贤当时很担忧 担忧什么呢 担忧潘美的军队来以后中了辽军的埋伏 结果潘美的军队没中埋伏 原因在哪 原因在于宋太宗制造了君子馆 刘廷让打了大败仗 火速派人告诉在并州的潘美 不要出征了 所以潘美出来以后走了四十里地 得到宋太宗的命令 退回去了 派了一个使者告诉他 皇上命令我退回去了 张启贤很有谋略 他知道潘美退回去了 但是他还知道 辽军知道潘美要来援助自己了 所以张启贤用了三手 第一封锁消息 他把潘美送过来 送信的那个使者 给他好好招待 把他软禁起来 绝对不能让他再被辽军抓住了 因为一抓住知道潘美退回去了 他只要不抓住 潘美退兵的消息 辽人就不知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潘美的军队不来怎么办呢 潘美的军队对进犯代州的辽兵 是个巨大的威胁 这个威胁等一下就没有了 那张启贤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晚上派了两百个士兵 一个士兵带了两样东西 一面战旗 一捆干草 然后让那两百个士兵呢 跑到代州西南方向 晚上让那两百个士兵 各自把自己带那一捆草 给他点着 离他那个带州多远呢 三十多里地 而且你自己那一捆草点着的时候 你要把你带着那个旗子 把它竖起来 两百个人呢 等于两百堆火全染着了 两百面旗全在那迎风招 这一下子 让围攻代州的辽兵 以为攀位的援军到了 历程只有三十里地了 这辽军 啪一下就全退了 这叫吓跑的地人 第三 设置富兵 张启贤是个文官 他怎么会打仗来 代州的附近 有一个地方 叫土邓寨 这个土邓寨的地方非常险 这个张启贤就在土邓寨 他知道辽兵退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这个山谷 他在两边的山上就坐好了埋伏 结果辽兵走到土邓寨 扶兵四起 其实他没有多少军队 但是辽军是被吓跑了 然后路上又遇到扶兵 又是夜晚不知道宋军有多少人 这下子辽兵是大败而去 张启贤就这样 把辽兵给打败了 所以军事馆之战以后 最有名的一次战役 就是张启贤在山崎泰州 打的土邓寨之战 这个军事馆战役之后 宋辽双方的心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辽津来说 最明显的是两点变化 第一 频繁的发动战争 辽军经过 这个几次大战 把宋军的几万军队全部给歼灭了 所以辽军就觉得宋军 河北的边防不堪一击了 所以他频繁的入侵 攻占了很多地方 第二点 就是大肆的抢劫 只要到了宋军防守的地方 见到宋军的这个官员一律就杀 见百姓就抢 既抢人又抢东西 宋军的心里有什么变化呢 宋军可以说是丧失斗志 没有斗志到了什么一种情况来 到了草木结兵的这种状况 我们举一个例子 雄西四年 雄州霸州都截到战报 说辽军又南下了 结果出来一件怪事 当时 这个河北的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 叫宁边军 这个宁边军的长官 之君是一个很有名的文人 叫柳开 这个人在文学史上还很有名的 结果柳开 做这个宁边军之君 结果他驻守了宁边军 几天之内接到了八十多封紧急战报 所有的战报都说辽军入侵了 所以柳开觉得很奇怪 不可能的事情 柳开就举了五条理由 说明绝不可能在这几天之内 有这么多辽军南下 我这个地方怎么能这几天只能接到八十多封紧急军情呢 不可能的 查吧 结果一查 全是谎报 换句话说 辽军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宋军就以为辽军是大紧南下了 立即就上报 这只能说明什么来 宋军已经成了草木皆兵了 当然 军次馆之战大败以后 宋辽之间又打了五次战役 土宗戴之战 唐河之战 徐河之战 紫河岔之战 雄州之战 打了五仗 这五仗宋军全胜 酒鬼香全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对表策略 究竟是战是和 异常争论在朝堂上上演 最终的结果 又将是宋太宗 背负怎样的骂名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宋太宗指 皇帝也无奈 雍西北伐 宋军二十万大军被击溃 君子管一战 几万精锐 再次受挫 面对强悍的气弹铁骑 宋朝军队可以说是草木皆兵 毫无斗志 而在这种状况下 宋军竟然能奇迹般的连打几次胜仗 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那么这五次胜利 都有什么特点呢 宋太宗的对辽政策 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这五仗有特点 有他自己的特点 第一 规模小 小到就是 这个双方投入的兵力都不多 第二 局部胜利 第三 只能把辽兵驱逐出境 不能够追击歼灭辽兵 就是这个时候 宋军的力量 就只能够 把辽兵的进攻挡回去 已经不能够把辽兵消灭掉了 所以在君子馆之战以后啊 宋辽之间又打了五仗 这五仗 宋军都胜了 虽然他规模小 不能够改变全局的被动局面 但是这五次战役 我们还是要谈一下 因为这五次战役 意味着 大宋对辽国的战略 要发生重大转折 这个重大转折 就是由主动进攻 变成被动防御 由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 变成小规模的局部的防御 这是宋辽关系中间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 而这个变化又直接导致着对宋太宗这个人的评价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五次战役的情况 这五次战役可以说宋军全部打赢了 打赢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 将帅应对得当 是第一个原因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唐河之战 唐河之战是发生在端贡元年 辽军南下要攻打定州 定州的北面是唐河 两军隔着唐河相斥 在这种情况下 唐河之战爆发了 唐河之战爆发的时候 他的监军 袁吉东主打 首将主要是李吉隆 他也主张 但是这两个人主打 主张出击和宋太宗的命令 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唐河之战之所以能打赢 和首将 抗旨不尊 密不可分 其中这个主将李吉隆 讲过很有名的几句话 孔外之势 将帅的专业 往年河间不及死者 故将尤以报国家 什么叫孔外 就战场 在战场上 在军队中间 就换句话说是 将在外军有令 我有所不受 我不能听你的 军事管制战 我之所以不去救 我就想保存我的势力 因为我进去 我也救不了刘廷让 我保存我的势力 就是为了今天 有机会来报答国家 所以唐河之战 最终是打了 而且打赢了 怎么打赢的 李吉隆牺牲了 这个定州附近的 一个义州 把这个义州 最精锐的骑兵给调过来了 一万多骑兵调过来了 这个代价很大 这一万多骑兵的家属给孩子 都在义州 结果义州由于 最精锐的部队抽走了 义州沦陷 义州沦陷以后 这一万多精锐骑兵的 孩子老婆 全被老人给抓走了 而这一份精锐的军团 到了定州以后 李吉隆给了他们重上 而且两军决战的时候 这一让之所以唐河之战中打赢 就李吉隆用了这一万多精锐的骑兵 把辽军阵型给冲垮了 先是派出去一万多骑兵 冲垮以后 然后宋军一用而上 把辽军打得落花流水 这是唐河之战 之所以能打赢 是主帅非常得力 全靠将帅 当即离断 现场发挥的好 打赢了 并不是辽军特别胜 但人家就是现在临场 人家发挥的好 这球就踢进去了 那这个胜了 你无话可说 是吧 就这样 把这一仗打赢了 这是将帅得力 还有一点要提出来了 就是依托地势 防御有防 利用地形来防御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土能寨之战 土能寨我们讲过 那个张祈贤 他用移兵 用复兵 把辽军的第一次进攻 给打回去了 结果辽军第二次又来打了 又来打了 怎么办呢 张祈贤手下 只有湘军 湘军什么兵 湘军给进军是 是一对范畴 进军是归中央的 湘军的是地方部队 进军的兵强马杖 湘军的都是老卧兵残 张祈贤手下 只有一千湘军 地方军队 他很有智谋 他把这一千湘军 分成两半 一半的防守东边 一半的防守西边 如果敌军从东边来了 东边打 如果从西边来了 你西边打 各在山谷里面埋伏好 一旦战争打响 所有的军队都集中起来 就这样 把土能带之战以后的 又一次战役 打赢了 这是 利用地形 利用地形打了 我们还可以举两次战争 就是制造元年的两次战争 紫荷萨之战 和雄鹿之战 紫荷萨之战 是永安军的戒渡使 哲玉清这个人 他很有谋略 因为他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 他对所有送情报的 给他送情报的多半是老百姓 给他送情报的老百姓 他招待人家很好 奖赏也很好 所以老百姓得到 一点点什么消息都告诉他 有多少侦察兵啊 不如把当地的所有老百姓都发动起来 替你侦察军情 由于有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替他侦察军情 所以这个永安军街都是哲玉清 他早就知道 这个辽兵要进犯了 而他手握重兵 辽军这次进犯 实际上是想走 一个小道 因为正面有这个 辅州啊 辅州的重兵在这拔着了 辅州居住在陕西的福谷县 这个地方是宋军重点防守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这个哲玉清在打的是这样 他先在辽军的退兵的路上 安排了辅兵 我的军队多啊 那我派一国兵在你退兵的路上埋伏起来 然后我带领大军正面迎敌 辽兵是想着我抄着小路过来 你不防备 没有想到宋军是大的引力 他们就退 退下来以后 刚好退到宋军的埋伏圈里头 又叫打了一家伙 打了败仗 情报工作做了很得力 而且依托了这个地形 雄中之战是一样 也是依靠地形和谍报工作 大赢的 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五次战役啊 这五次战役呢 都不大 都是局部战争 但这五次战役告诉我们 也特别是告诉了大宋的最高领导人 宋太宗给他一个信息 大兵团的主动进攻 向雍汐伟伐 向刘廷让的君子管理战 都是大兵团的主动进攻 行不通了 宋军对辽军的大兵团正面进攻 每打一次都败一次 而这五次战役是怎么打呢 利用少量部队 利用那些智勇双全的将领 利用准确及时的情报 再利用可以利用的有利地形 可以打好防御战 可以一仗一仗的打 积小胜为大胜 这就给了宋太宗 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正面进攻 大平坛作战 损失惨重 重点防御 小股部队的作战 每战必胜 这个东西反映到宋太宗的脑子中间去 就是宋太宗 整个对辽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由主动进攻到被动防御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这个变化是怎么样形成的 太宗对此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 请看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